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多学科会诊手术势在必行 因为肿瘤比较大 我们在搬动的过程中对主要的血管产生一定的压迫 那么疏瘤也是非常的凶险 2020年9月 长春肿瘤医院来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患者 他叫宋连志 身体本来就消瘦的他其他地方都正常 唯独这肚子大的是鼓鼓的 像极了一个怀了孕的女人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父亲在十天以前在我们县城医院进行检查 发现肚子有阴影 后期到潮村总流医院进行检查 就诊的过程中经过踩钞 吸踢的检查 发现腹部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肿块 以为自己老喝啤酒 这是啤酒肚 没形成它是个病 入院之后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对于全身的肺部 全身的头部 骨骼 以及全腹的一个吸踢的一个增强的一个扫描 这是患者服务吸踢的一个三维重建 那么我画线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肿瘤所在的一个位置 基本占据整个腹墙 这是从侧面看的一个肿瘤 非常大 从上到下 基本占据整个腹墙 由于患者的情况比较特殊 医院马上组织了多学科会展 经过浦外科 泌尿外科 放疗科等多个科室专家的详细讨论后 很快制定了周密的方案 手术势在必行 现在呢 我正在长春肿瘤医院的MDT中心 那针对宋大哥的这个病例呢 医院组成了一支专家讨论的队伍 然后他们正在进行手术之前的会诊讨论 包括手术中可能遇到哪些突发的状况 以及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该如何解决 它这个肿瘤上上面呢 达到一线的下缘 下面直接进到盆底 然后将这个降解肠直接推到了这个患者的右侧 正常降解肠是在人体的左侧 它已经推到了人体的右侧 另外这个病人呢 还有其他的病 就是他的这个右肾呢 是有肿瘤的 左肾呢 肾功能还不好 为啥不好呢 因为这个肿瘤啊 压排了塑尿管 使这个塑尿管堵塞了 这个尿流不下来 这样的话塑尿管扩张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病人的手术呢 就是有困难了 那么从手术角度来讲呢 因为肿瘤比较大 它呢 在腹腔与各个脏器啊 这个关系就不是很紧密 而是压迫其他重要的脏器 你比如说腹腔的大的血管 腐乳动脉 下腔静脉 以及左侧的肾脏 胰腺 皮 然后还有这个跟这个降解肠关系很紧密 就是说手术难度是肯定是非常大的 据专家介绍呢 由于宋先生啊 被确诊的脂肪肉瘤十分巨大 并且位于腹膜之后 与周围的各大血管的位置都非常的紧密 因此手术风险极大 经过周密部署 这台腹腔巨大肿瘤切除术开始了 手术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 因为肿瘤流体巨大 医生手术的操作空间非常狭小 同级涉及到的重要大血管 重要脏气比较多 因此切除肿瘤相当于在生命禁区里拍雷 那么手术过程中呢 因为肿瘤比较大 我们在搬动的过程中 对这个主要的血管产生一定的压迫 那么术中呢 也是非常的凶险 血压啊 心率啊 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的麻醉壳也是积极地跟我们互相的配合 如果一旦有问题了 我们可能就会手术会停一停 然后被肿瘤向上扳一扳 对血管进行减少肿瘤 对血管压迫 最终 在多个科室医生的紧密配合时下呢 历经了9个小时 手术终于结束了 医生们成功的将一个大小为50厘米乘38厘米 重达40斤的巨大肿瘤取了出来 那么这个呢 是患者的术后的一个吸体 这侧的这个脏气都已经归位 这小肠 解肠都已经完全归位了 这小肠 这已经都完全归位了 归位还是非常好的 也基本上所有的肿瘤基本上全部都切掉了 从这个从那看 这个腹腔已经明显地凹陷了 原先是这样的 现在已经明显地凹陷了 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呀 重连车 我现在要给你换药了 这个是雕座 这个也是消炎的 后续的治疗呢 我们也建议它 第一呢 吃靶腔的药物 靶腔药 第二呢 加上免疫治疗 第三呢 就是经期的复查 据了解 脂肪肉瘤是一种少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 占恶性肿瘤发病率不足1% 其中 腹膜后脂肪肉瘤占全部脂肪肉瘤的33%到45% 脂肪肉瘤在临床上它是比较多见的一个肉瘤 它的特点呢就是 里边全是油脂肪 是一块一块的脂肪 而且它是分房性的 好多块油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特别特别大引起腹胀 这个脂肪肉瘤一般都在腹毛后 它没有差明显的诱饮 它这进食啊 或者是排尿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它最开始呢 就是以为自己是啤酒度 因为它平时经常喝啤酒 以为自己的这个服务啊 跟那个饮食啊 跟那个肥胖啊 可能有关系 而且呢 它也不是说经常的这个体检 经过康复 宋先生的身体呢已无大碍 顺利出院了 为了多知啊 它在家的恢复情况呢 在出院后的第五天 我们电话采访到了宋先生 喂 喂 您好 请问您是宋连志吗 哎 您好 我们是那个吉林电视台 那个想采访您一下关于前几天您这个手术的事 那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就是这个进行过手术之后 挺好 今天一切都最早 现在呼一呼也挺好 那现在出院之后 感觉心情怎么样啊 也可以 也很好 专家提醒 早期的腹膜后肿瘤不易被发现 许多人以为自己长胖了或者是怀孕了 没有及时确诊 由于恶性肿瘤的生长速度快 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 因此定期检查很关键 就是广大市民呢 当发现自己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应该及早去就医 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 比如说肺部的吸踢啊 腹部的踩超啊 病变就可以提早的发现 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 才会进一步的进行检查 早发现 早认断 早治疗 这样患者的预护会非常好 节目的最后啊 吉林卫生呢 还是要提醒大伙 如果出现了腰酸 腰痛 腹脏等不适症状呢 就要定期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 这样呢 可以早期发现腹部的急患 以免误诊误致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那本期吉林卫生啊 就到这了 您的健康有我们的牵挂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